昨天有个粉丝私信跟我说 他想见我 有重要的事情想跟我说 我现在已经到了深圳了 也在这里见他 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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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说你很久了 我在里面的视频我基本都看过了 谢谢你关注啊 这是阿姨吧 对对对 阿姨 你好 你好 我们到旁边的餐馆去坐一坐 好啊 好啊 走 阿姨 你看一下要吃点什么 里面吃什么 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给她吃什么 喜欢吃辣的吗 可以 然后点一个牛肉跟土豆焖排骨 没想要看一下要吃什么 妈 你喜欢吃辣椒这个皮蛋是不是 然后再来个芹菜就够了呗 来个这个很适合想来吃的 好的好的 鲜蟹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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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 哎呀 要不要吃一点尝一下 我要好 好不好吃啊 好吃 辣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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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演技神医的 现在神医做得怎么样啊 现在神医不错啊 香港客人越来越多了 我看到现在自媒体很火 我想请教你一下 教我做自媒体 业铺和先生样同步进行 我们哪有能力就是 教别人的 我自己也是八重学来的 不过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就是 互相去学习这样子都可以的 我经常看你的视频我很相信你的人品 谢谢你啊 哎 怎么称呼你啊 大家都叫我小姨 你是哪里人啊 广东超商的 你做演技这行有多少年了 我做很多年了 我们而且商姐妹一起创业的 我们商姐妹长得特别像 很像神八胎 不过常常把我们混习了 小姨啊 刚开始就是你做这一行的时候 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吧 是的 我们当时很任性我们 当时就去市场看了看 然后我们就决定拿了一个档口 当时呢 也没多大的本钱 也没什么技术 我们就拿一点货就开始卖了 当时你多大了 当时十八九岁 那当时应该赚了钱了吧 当时没有赚钱 因为那时候不懂材料的好坏 还有没什么技术 为了把它靠我们ID价卖 那不是赔了吗 是啊 当时联系做了几个月 连租金都交不起 业主房都把我们扛出去了 做生意确实是要懂好哦 是的 从那次之后 我们就回老家借资金 我们商姐妹分开行动 去学技术 还找了一家比较有诚信的小厂家合作 后面过几个月 我们又重新开起来了 那你们第二次创业的话 事意怎么样了 还好吧 第二个月就开始盈利了 哇 你们朝中太会做生意了 要不去我们店里看看 就在附近 好啊 走吧阿姨 走 等一下这是我们的店里 二楼的店里 哇 这店好多人 来阿姨 你到这边来 我挪的位置给你坐 好 阿姨 你看一下这几个有没有喜欢的 这个是没有杜树的 只是一个模具 一会儿要帮你重新印一下光 一会儿要帮你重新印一下光 这个是没有杜树的 这是我喜欢吗 这个啊 嗯 这个也是太大了 所以下巴靠过来 额头要贴住 我高地可以调 阿姨不能动哦 有远氏也有老花 一会儿帮你再测一下 仔细 阿姨你往后休息一下 哇 你这里很多人都是小鱼 这边主要都是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比较多 很多都是回头客 都是朋友推荐过来的 难怪都是小鱼 不好意思啊 打个一下你去香港人 是啊 我常来这里买眼镜的 因为这里呢 眼镜又便宜啊 哇 你知不知道 香港一副眼镜多贵啊 而且这边缘呢 对服务都很好 阿姨你的眼镜做好了 你试戴一下 嗯 这个给你看一下 你们这些小鱼 轻不轻松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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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钱了 你不收 你算了很多时间 要给这些钱 这样啊 那就算个游会价给你了 260块了 你带这个真好看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你不是有两姐姐 还有还有几千 这个是姐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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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笑哦 好舒服吗 好舒服 可以 这块是姐姐 哈喽 你比这个姐姐长得像哦 这像不够麻烦哦 你关于小一点高一点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的 就是请我吃饭 不用 有空多来 好 你对于自立体就是想学什么的话 给我说就行的知道吧 好 有空去香港找我玩知道吧 好 已经会的 那我们就先走了好不好 好 那有空来哈阿姨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拿个眼镜好给你 好好好